虽然大家现在开开纤星准备过新年,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忽略近期的危机,武汉肺炎。 为什么这种神秘的冠状病毒可能会成为下一个SARS危机呢? 欢迎来大脑不记,今天就要带你来探讨这个最新的恐怖病毒,武汉肺炎。 这种神秘的新病毒首次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发现,已经传播到中国国内城市和其他亚洲地区国家,就跟SARS一样,对我们人类会造成致命的威胁。 第一个首例病例是在12月武汉被发现,在12月31日通报世界卫生组织,但是目前不清楚肺炎爆发的原因, 只能猜测是与批发鱼和生畜市场有关系,后来中国当局将这种疾病确定为冠状病病毒,一种类病毒,会导致类似普通感冒症状。 但也有更致命的症状,像是中东呼吸综合症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。 虽然一开始这个爆发传染只限于动物跟人之间的传播,但是在1月20日中国确认了人跟人也会传播,到20日为止,武汉区病例数已经增加到了200人。 周末就发现了136个新感染病例,也确认已经传播到其他大陆城市。 到22日上午,中国感染人数已经增加到440人,9人因为新病毒死亡,礼拜三傍晚,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。 但是一些仍旧仍然相信,这些感染人数其实应该在1700人左右。 感染武汉肺炎的临床症状主要是发烧、咳嗽、胸闷和呼吸困难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,一些患者的胸部扫描会显示肺部发炎,充满疫庭。 因为是新型的冠状病毒,所以目前并没有疫苗,要开发疫苗需要好几年的时间。 而且冠状病毒非常的难治疗,因为他们可以有效地躲离人体的免疫系统。 目前日本、泰国、南韩以及台湾都已经沦陷。 中国传染病学专家表示,新型冠状病毒抵抗力低,害怕酒精,不能忍受高温。 只要在56度环境存在30分钟就能灭掉,所以使用75%医用酒精、乙米。 含氯的消毒剂都能够有效地消灭病毒。 在农历春节大家上街采卖的时候,也要记得避免接触禽畜类动物和动物实体。 常使用肥皂洗手,避免吃生肉、生蛋。 更重要的是,出门到公共场合一定要戴口罩。 口罩也一定要选好能够防病毒病菌的,一般海绵口罩和活性碳口罩不推荐。 打喷嚏一定要遮口,然后再洗手,勤消毒。 做好四大守折,让我们一起消灭这可怕的冠状病毒。 虽然病毒很可怕,但是相信大家做好防御措施都可以好好过新年。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,拜拜!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